大家好,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原子 你是否有好奇过为什么物质有不同的性质? 为什么水可以流动,但金属不能? 或者为什么钢笔芯比钢笔芯脆弱? 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就在原子中 什么是原子? 原子是物质的基本组成部分 每种元素都由一种特定的原子组成 并且具有独特的化学和物理特性 原子由一个中心核心和一群绕住核心运动的电子组成 核心包含一定数量的质子和中子 而电子则环绕着核心以一定的能及运动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 科学家们一直在研究和探索原子的性质 他们通过实验和理论分析 揭示了原子的神秘面纱 并逐渐建立了现代原子理论 本文将向您介绍原子的性质、结构和应用 让我们开始吧 第一部分 原子的性质、原子的大小 原子的大小可以通过其原子半径来衡量 原子半径通常以I insert EI等于10的-10次方米为单位 不同元素的原子半径不同 但同一元素的原子半径通常是相同的 原子的大小与其电子运动轨道和核心结构有关 原子半径随着元素原子叙述的增加而增加 因为每个新的能级需要更多的电子 原子的质量 原子的质量可以通过其原子量来衡量 原子量是指一个元素原子质量相对于碳12同位素的质量比 例如 氢原子的原子量是1 两原子的原子量是16 原子的质量主要由其核心中的质子和中子确定 因此 具有较多质子和中子的元素通常比具有较少质子和中子的元素更主 原子的电荷 原子的电荷由其核心中的质子和其周围的电子确定 由于质子带正电 而电子带负电 因此原子的电荷通常是中性的 即正电荷和负电荷相等 如果原子失去或获得电子 它就会带有正电荷或负电荷 成为离子 例如 当那原子失去一个电子时 它成为一个带正电荷的纳离子 即为尿价 当绿原子获得一个电子时 它成为一个带负电荷的绿离子 即为C 原子的化学性质 原子的化学性质 尤其电子结构确定 原子中的电子会填充到不同的能级中 从而形成不同的电子层 原子通常会与其他原子结合形成分子 以达到稳定的电子结构 原子的化学性质 包括其反应性和化学件形成的能力 反应性取决于其电子结构和能级排列 而化学件形成的能力 取决于其电子结构和化学性质 原子的物理性质 原子的物理性质 包括其密度 熔点 费点 热容量等 这些物理性质通常是由原子的质量 大小 电荷和电子结构等因素确定的 第二部分 原子结构 原子核 原子核是原子的中心部分 由质子和中子组成 质子带正电 中子没有电荷 原子核的直径大约是原子直径的十分之一 但它占据着大部分的原子质量 原子核的稳定性与其质子和中子的数量有关 在一些情况下 原子核不稳定并进行放射性衰变 释放出辐射 电子 电子是原子的外层结构中的带负电的粒子 它们围绕着原子核运动 形成不同的电子轨道 电子的数量和排列确定了原子的化学性质 原子中的电子分布在不同的能级中 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电子层 最外层的电子层称为假电子层 它决定了原子的化学性质和反应性 原子的能级和轨道 原子的能级是指电子在原子内运动时可能具有的能量 能级越高 电子运动的半径就越大 原子的能级是量子力学的基本概念之一 它是描述原子结构和化学反应的基础 原子中的电子运动轨道是指电子在原子内运动的轨迹 每个能级都有一组相应的轨道 称为S,P,D,F轨道 S轨道是最简单的轨道 其形状像一个球 可以容纳最多两个电子 T轨道是离形的 可以容纳最多六个电子 D轨道和F轨道的形状更复杂 可以容纳更多的电子 原子的量子数 原子的量子数描述了原子的能级和轨道 主要包括四个量子数 主量子数描述能量大小 其值为正整数一 二、三 较量子数描述轨道形状 其值为0到N1的整数 此量子数蒙描述轨道在空间中的方向 其值为都到夹要之间的整数 自旋量子数明死 描述电子自旋方向 其值为加二分之一或减一除以二 量子数可以用来描述原子的电子结构和能级 从而帮助我们理解原子的化学性质和反应机理 第三部分 原子的应用 原子在日常生活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以下是一些例子 原子能 原子能是指从原子核中释放能量的过程 核能发电厂通过控制核反应来产生能量 以供应人们的电力需求 虽然原子能是一种有效的能源 但它也具有潜在的危险性 因为核反应可能会释放出放射性物质 医学应用 原子在医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如放射性同位素在诊断和治疗中的应用 例如 医生可以注射一些放射性同位素到病人体内 从而获得关于病变的更多信息 同样的放射性同位素也可以用于治疗 某些癌症和其他疾病 材料科学 原子在材料科学中也有着重要的应用 材料的性质和性能与原子结构密切相关 通过控制原子的排列和结构 可以创造出新的材料 例如高强度的金属 高温超导体等 环境保护 原子在环境保护中也发挥住作用 放射性同位素可用于测量大气和水体中的污染物 此外 核技术还可以应用于核武器控制和核不扩散等领域 5.半导体 半导体器件使用原子之间的化学反应来实现电子的控制 例如 晶体管是一种半导体器件 它可以通过控制电子的流动来实现电子设备的功能 现代电子设备中使用的大多数元件都是基于半导体技术 第四部分 结论 通过本文的介绍 我们了解了原子的基本概念和结构 包括原子的组成 原子核的结构 原子的电子结构和量子数等 此外 我们还介绍了原子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英勇 包括原子能 医学 材料科学和环境保护等领域 总的来说 原子是我们理解自然界和物质世界的基础 通过对原子结构和性质的深入理解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化学 物理和生物等领域中的各种现象和反应机制 同时 原子还有着广泛的应用价值 在能源 医学 材料科学和环境保护等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希望本文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原子的基本知识和应用 并激发他们对科学的热爱和探索精神 谢谢您的支持 请点赞 订阅和分享 让更多人听到我们的讯息 也欢迎打开欢乐铃随时关注我们